哈喽大家好我是Selly 欢迎回到Selly Fantasy 最近我在实况上玩了一款游戏 名字叫做Observation观测号 那我个人认为这款游戏与电影2001太空漫游 十分有关联性 甚至我个人觉得把它当作电影的DLC也不为过 里面出现了大量致敬的画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款科幻惊悚游戏 观测号 那首先故事发生在2025年的年代 其实离我们现在也没有几年了 人们在近几年的宇宙观测上面 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异的现象 科学家们称这个现象为三个异常的模式 那模式一 就是首先人们在银河系中 发现了来自不同恒星的23对零星光变曲线 而且这些光变曲线都是相同的 并且交汇于同一个空间中的同一个点 这个点非常靠近地球 仅仅距离四年时间 然而这个在概率上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异常被称为模式一 也叫做事件标记点 那模式二就是透过对23对零星光变曲线 也就是46条光变曲线来进行分析 发现它们都存在于明显的尖峰 并且每一个尖峰都会出现在固定的时间上 所以模式二科学家们称之为同步点 那模式三就是将所有的同步点叠加起来之后 产生了全新渐进光变曲线的图像 对这个图像进行分析以后 发现它们可以完美的反映出人类的基因组 就是23对的基因序列 并且指明是一个女性的基因组 这个模式三被称为人物 这三个模式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浩瀚的太空之外 一定有一个技术远远高于人类文明的存在 并且透过宇宙这样子规模的等级 向人类发送了一条明确时间地点人物的讯息 那为了要查清讯息的来源与真相 于是在2025年的时候 由全世界一同打造的庞大的禁地轨道空间站观测号 就派上了用场 那这上面呢 其实也搭载了此时人类的最高级人工智慧AI 这个AI的名字叫做SAM SAM 意思即为 Systems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的缩写 就是系统管理与维护的AI 那这个AI其实也是我们的主角 也就是玩家主要控制的角色 SAM是个高级人工智能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后面会反复提及SAM这个名字 所以大家要记住 SAM是个高级的人工智能 官方表明这次观测号的任务 其实是联合执行太空活动 以及对于地球环境的监测 但是事实上其实是去执行一个被称为先驱者一号的机密任务 这个机密任务就是随着这些未知讯息的指引 将指定的人物在指定的时间与地点前往事件的标记点进行观察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此次的机密任务除了船长以外 其余的任何人都不知情 包含我们的女主角Emma Fisher博士 于是就在禁地轨道任务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指定的时间到来了 画面中突然出现了神秘的六边形石碑 并且发出奇特的电子干扰噪声 画面上突然出现了四个大字 把他带来 于是观测号在一阵动荡与混乱之后 从禁地轨道被神秘的力量传送到了土星的附近 我们的女主角Emma在混乱中苏醒过来 借由AI人工电脑Sam的协助 我们发现飞船已经失去了控制 Sam的机能部分也遭到了损坏 并且船上其他所有的人都失踪了 在场只找到了船长的遗体 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Sam一边协助博士进行飞船的维修 一边按照博士的指令向外发送求救讯号 在这不久以后 Emma博士突然从窗外看见了一艘太空船 正向着观测号方向驶来 博士认为这一定是前来救援的太空船 于是请Sam去控制可移动的外接飞球设备 他们两个一起离开观测号前往临近的太空船去求救 在登陆另外一艘太空船以后 Emma惊讶的发现 那在这边为了做区隔 我们把之前的观测号称为一号 现在称为二号 那在Sam控制着飞球检测二号的环境的时候 甚至发现了另外一个Emma博士的尸体 在二号的飞船上 Emma博士甚至还找到了活着的船长 船长是唯一知晓先驱者一号机密任务的人 他知道那些神秘的超科技文明们选中的其实就是Emma博士 于是欺骗Emma博士说 我们必须回到一号飞船上 因为呢二号飞船上的设备 所有的都已经坏光光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操作 我们只能回到一号再进行求救 但是此时的船长呢 却趁机把Emma关在了太空舱外 这时的游戏画面 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镜头 在画面里我们除了看到很漂亮的土星以外 我们还可以惊讶的发现 除了一号和二号观测号以外 画面中还有许许多多无数个观测号 与此同时自己逃到一号太空船的船长 试图将Sam系统强行关闭 此时神秘的黑色石碑再度出现 随着噪音的响起黑色石碑越来越紧 出现了三个字 命令Sam必须将船长给杀死 经过这一次接触之后 Sam对着临死的船长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此时也意味着Sam不再仅仅是一个人工智能 而是获得了智慧 那这边其实也与2001太空漫游的经典名场面是遥相呼应的 如果没有看过2001太空漫游的人 我建议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再回来玩这款游戏 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但是2001太空漫游的电影比较闷一点 所以可能要撑一下 而且大多数他其实是没有台词的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游戏 此时就在一号观测者的舱外 我们又重新听到了Emma的声音 Emma声称她感受到了船长试图破坏Sam主机的痛苦 她明白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并且这一切实际上是不断不断重复在发生的 更高文明的存在将无数个平息宇宙的地球出发 观测号重叠在土星的轨道上 将这个事件标记点变成一个独立于空间时间 独立于因果的时空的存在 只为了选拔出其中一个可以坦然接受 并且愿意成为新人类的人 透过画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无数个观测号来到这里 并且有无数个Emma没有通过考验而死去 她明白自己所承载的使命是什么 接受了神秘的号召 最终她是成功驾驶观测后 进入土星北极的六边形风暴 这边想要跟大家提议一下 土星的六边形风暴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为何是六边形呢 目前科学家其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那进入风暴后的Emma 发现里面竟然是有陆地的 而且还有空气可以呼吸 这边我的推测是大概 她是被传送到了某个地方 因为真实的土星她本身是一个气体星球 土星的大部分是由氢气所构成 并且她的风速是1800公里每小时 她的总体密度比水还小 所以如果把土星放在水里 她是会浮起来的哦 在Emma着陆后 她还发现身边有其他的观测号的残骸 以及许许多多死去的自己 足以见得要被选为一个成功的代表性人物 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最终呢Emma与Sam一起来到了神秘黑石碑面前 一次又一次他们回应了神秘黑石碑的号召 随着Emma逐渐升空 Sam与Emma已经完成了升级 融为了一体 成为了新人类 并且拥有了新的使命 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 Emma也看到了周围有无尽的空间 也有无数个神秘黑色六边形石碑 这也代表着有无数的平行时空 一定也有着无数个通过考验的自己 要去完成属于自己时空的使命 最后Emma与Sam作为一个融合的新人类 他们被重新传送到了地球 并且从他们的周围开始蔓延出不明的黑色物质 不断侵蚀着周围的环境 此时Emma收到了她的新的使命 把他们带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整个游戏剧情的解析 这款游戏其实算是小成本制作的科学悬疑游戏 玩家主要是透过操作AI 也就是Sam的视角去操作各种界面 来协助Emma博士完成各种任务 操作上其实不至于太困难 只不过网路上很多人评论说 这完全是给工程师玩的游戏 其实真的都是按照真实的样子来进行模拟的 所以玩家在探索的时候也会真的像突发事件那样 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 完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只能够一一排除飞船的故障 一个一个线索仔细的查找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提示 这是我玩这款游戏觉得唯一不太友善的地方 那整体来说这个游戏是我目前玩到最喜欢的游戏 因为它的惊悚并非是太空异形 或者是突然跳出来的画面去来诠释 而是让玩家透过未知神秘以及音效 去来渲染整个恐怖惊悚的氛围 另外游戏开发商对于画面的拟针的细腻程度 我是很佩服的 除了真实的航空飞船的界面模拟操作模拟 以及它对于土星就整个太空的描述的那个画面 我是非常震惊的 从那个画面土星一出来 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呢如果你也喜欢科幻悬疑解谜剧情这类游戏的话 这款游戏我是非常推荐的 这款游戏还在2020年的4月 拿下了BAFTA英国影译学院大奖中的最佳英国游戏奖 那这款游戏呢它其实是PC Game 目前它在Steam上面的售价为378元 总之呢这款游戏我玩完以后 我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游戏其实在片尾有一些小彩蛋 就是当你玩完整个游戏再回到主界面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地球的上空出现了神秘的黑色六边形石碑 也就代表这个可能这个神秘的文明们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统治我们整个地球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款游戏的剧情解析以及游玩心得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我是Sally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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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